2022年4月23日,毛素星光之力量,巨大的太阳闪光,传导Michael Love,译者,扬声传导。 这是一则给新地球的星际种子们的特别的资讯,立即向行星广播,序曲,伟大的衣门,毛素星人世光,意识和扬声大师,并且确实是人类进化的人词观察者。 他们以一种脚踏实地,以预理解的管道向人类清晰地说出更高的真理,他们带来的资讯是纯净的光,并以这样一种管道编码,以启动休眠的DNA练并提高意识水准,没有施马比本身之所示更真实了。 我们所说的这一更高的光是永恒的宇宙阿卡西数据,是终极真理,当这道光进入身体时,某些东西开始启动并打开,这一新的光束聚触发细胞DNA,并导致更大或更复杂的宇宙及信息流流进身体的DNA链或光之系统。 这一新的更高数据随后可供意识使用,即大地扩展力识和认知水准。 此外,当这种高振动的宇宙光数据开始流进身体时,它会解锁处存在身体细胞中的记忆,甚至是古老的记忆。 当这一切发生时,你们将经历一个令人惊叹的、幸福的时刻,一切都将第一次开始变得完全有益。 一,在这一点上,所有遗忘和对本来之所事的一无所知都被消除了,真理之光照耀着,迫使所有事物显示出它们真正的样子。 这是地球上正在进行的伟大觉醒和伟大的扬升过程。 扬升大师们说,现在是时候完全扬升了,这样你们就可以知道所有的事情了。 今天,我们将告诉你们关于人类、地球和宇宙的故事。 我们将告诉你们在地球远古的过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将照亮人类进化的当前状态,以及向第五维度新地球的大扬升。 这个资料流程中的数据很长,需要阅读两次,以便进行综合。 第二次要读慢一点,记下数据点。 这里的一些事实让人大开眼界,建议大家以开放的心态看待整个画面。 一定要在这些问题上做研究和寻求真相。 这则传导的资讯是在对全人类的最高爱中呈现的。 以下是这条非常重要的星光力量资讯的惊人内容。 开始传书。 伟大的医们,作为地球和地球上的存有的守护者,我们卯素星人一直在关注人类的进化,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帮助人类照顾这个星球。 地球在这个宇宙中是一个美丽而特殊的地方,没有其他地方像它一样。 我们为地球创造了一个神圣的计划,并在亿万年前启动了它。 我们并不是独自创造这个计划的。 事实上,你们个人参与了创造这个神圣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要在地球上创造一个美丽的世界,作为一个体验扬升训练场。 看看来到这里的存有们如何有意识地进化回他们来到的地方。 所有关于游戏本身的资讯,以及从地球上的体验中收集的数据都存储在地球上,隐藏在每个玩家的身体里。 地球很快就演变成了整个宇宙的真实生活图书馆。 地球很快成为了宇宙中灵魂发展的主要场所。 尽管你们知道来到这里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挑战,但从天堂到地球,仍然充满了兴奋。 你们在荣耀中倒下了。 你们和其他数十亿之之道更高维度完美的更高存有开始化身在地球平面上,这样你们就可以体验身体的对比。 你们带着自由意志来到地球,你们带着一个计划来到地球。 你们计划了你们将在这里经历的一切。 你们计划了有一天你们将如何回到你们更高的完美状态。 因为在你们来到地球之前,你们已经是完美的了。 你们和其他人必须想出一种方法,这样你们就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完美,并且必须让自己变得如此完美。 至少在一开始你们并不知道什么。 你们和其他人设计了一种方法来限制对你们更高自我数据甚至大部分记忆的访问。 你们本质上把你们的意识降低到了非常低的水准。 你们忘记了你们是谁,你们真正之所是。 你们忘记了如何获得你们所拥有的神圣能力。 在那一刻,你们进入了一种长期的无意识健忘症状态。 你们陷入了黑暗之中,没有任何关于所发生的事情或其他任何事情的资讯。 这是你们伟大的灵性旅程的起点。 这是数百万年前的线性时间。 当文明在远古时代第一次出现在地球上时,它是非常基本的。 但最终它演变成了一个更复杂、更先进的文明。 这些地球上最早的存有在时间上学会了。 自然物质进化的过程在地球上需要非常非常长的时间才能发生。 而灵魂进化的过程是另一回事,需要更长的时间。 地球的进化项目正在取得成功,似乎不管人类遇到什么挑战, 它们总会以某种管道克服它,并在它之上进化。 几乎所有的挑战都是如此。 你们看,这个地球游戏的规则规定一切都被允许成为这个更高提升向目的障碍。 甚至是自然地球灾难。 更糟糕的是,宇宙级灾难。 大洪水之前存在的五大文明在它们的时代发展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科技和智慧水准。 然而所有这五个进化的地球种族都有一个共同的悲剧, 就在所有这些文明都达到了进化的顶点时, 异常重大的灾难性视线发生了,并将它们全部消灭。 所有的进步,99%的文明,所有的宝藏和所有的知识,瞬间完全从地球上消失。 更重要的是,每次行星灭绝发生时,健忘症因素都会变得更糟。 当然,由于这些文明因大灾难而灭绝, 它们未进入下一个最高维度所做的进化工作被缩短。 根据它们对地球的任务规则,它们必须多次回来并重新开始。 重要的是要说,在不同时期存在的每一个伟大文明都是相同的存在。 事实上,在整个史前和历史中,它最终只是一个名称不同的伟大文明。 你们肯定每次都在那里,关于这一切的每一个细节记忆都在里面等待被一起。 在那些古老的日子里,尽管人类在这些文明中都非常先进, 但它们似乎没有能力封锁自己的毁灭和灭绝。 地球游戏规则说,如果你们被淘汰了,站起来继续前进。 当然,那些来到地球的伟大生物的任性总是占上风, 即使它们被击倒了无数次。 我们会提醒你们,你们今天仍然在这里完成你们很久以前开始的事情。 这一次你们终于到达终点线了, 所以要受到鼓励。 当今天的考古学家试图确定这些古代文化发生了什么时, 他们会看着证据说, 看起来这些古代种族今天在这里,明天就消失了。 就好像它们在一天之内消失得无影无踪。 地球上的人都知道, 这些古代文化的大部分石头结构、文字和创造物都被每一次大灾难的强烈全球洪水掩埋在六英里的地球沉积物之下。 在我们传输此次传输中的重要数据标记之前, 我们想提供一些有关此次事件和大太阳闪光的基本背景资讯。 什么是大太阳闪光呢? 大太阳闪光是一个非常大的地球定向的太阳要斑,被称为超级要斑, 可以在X射线尺度上记录为X50到X100或更高级别。 来自地球太阳的强烈超级要斑会被地球上的某个人目睹为一道令人眼花缭乱的雌性白光。 古人对这种宇宙闪光有许多称呼,包括沙米什和桑瓦尔塔卡之火。 每一种文化的古代这作都有关于它的记载,包括费陀经、萨莫里石板、圣经、埃及经文、玛雅法典。 从这个巨大的宇宙闪光中发出的光是奇异的加码极光, 它能产生超高的共振,被称为恒星之光。 地球科学证明,加码射线可以瞬间对DNA进行重新编码, 使其变成更复杂、更高级的功能状态。 巨大的太阳闪光,神光是宇宙的触发器,是我们在地球上所说的事件的起因。 这道光撞击地球表面的时刻被称为压缩突破,这是地球事件的开始。 这个地球事件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扬生事件,启动第五条DNA链的DNA升级。 这是一次行星解放事件。 由于自由是一种第五维度的能量,显然地球将在这一事件发生时立即经历行星的解放。 这是一个提升事件,这是一个扬生,有意识的进化事件。 地球上的存有们能够感知并存在于地球上的第五维度时相中。 费托经说,当桑瓦尔塔卡之火来临时,彩虹色的云彩将出现在地球周围,人们将获得他们的彩虹身体,又称灵光身体。 这是一个蜕变和扬生到第五维度的瞬间,只发生在眨眼之间。 这个第五维度的新地球,也被称为天堂,是一个只有爱、和平、完美健康、自由、富足和所有善良的领域。 重要的是要注意,这个天堂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振动的存在状态或一个共振。 在那里,一个存在将感知到一个更清更美好的现实。 这个天堂在天空中并不遥远,但现在在地球上围绕着你们,你们只需要启动你们的第五条DNA链,就可以将其视为外在的现实。 直到2022年的今天,伟大的一门就在几天前,地球联盟收到了一个重要的新信息流。 数据中的标记显示了一些关于地球这个伟大故事的重要资讯。 这则资料显示,每一万三千年正好是春分的一半。 二万六千年,就像钟表一样,地球太阳系中就会发生一次重大的宇宙事件,深刻影响地球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 关于地球,更具体地说,这个宇宙事件是一个太阳事件,这个太阳事件被称为大太阳闪光。 这一太阳活动在地球近视前时期已经发生了五次,每一次,它都在地球上创造了一个灭绝集事件。 数据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显示,地球正处于这一万三千年大灾南周期中的一个周期的末尾。 玛雅文化准确预测了这一周期,并于2012年开始。 根据数据,我们进入这个周期已经有十个地球年了。 此时此刻,地球应该已经在经历重大的灾难性太阳事件了。 周期开始后的大灾难时期的长度也显示在1000到1200年左右。 现实的主要问题是,谁知道是什么让这场太阳闪光事件像时钟一样每一万三千年发生一次呢? 如果灾难线再应该在地球上发生,就像过去的五次一样,为什么它还没有发生呢? 最后,我对所有这些都做了自己的研究,结果证明数据似乎是正确的。 所以我不应该担心,担心甚至害怕吗? 以下是这些问题的真实答案。 我们想先解决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 难道我不应该担心,忧虑甚至害怕吗? 这是绝对必要的,但我们会说,这不是一个恐惧的时刻,不是一个厄运预言,没有什么可怕的。 资料显示了过去发生过五次的情况,这一次还会再次发生。 数据并没有以任何管道表明此时地球上会发生任何灾难性的事情。 正如玛雅人所说,这些数据也反映了,这一宇宙事件发生的第六次将是与历史上的这麻多次都不同。 他们说,在第六个太阳时期存在的文化将作为地球上的彩虹之子成功地出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受到伤害。 更重要的是,这些彩虹孩子在进入我们所说的新地球之后继续前行。 关于卯素星人给出的回答,是什么导致这场太阳闪光事件像时钟一样每一万三千年发生一次呢? 我们向你们保证,这是宇宙的所有自然运行。 另一个天体在幕后工作,几年前,地球的先锋十号探测器在冥王星之外发现了一颗围绕死恒星太阳运行的行星。 这个系统中的恒星或太阳并不发光,但其能量是地球太阳的一千倍。 这颗行星恒星系统位于大约500亿英里外的奥尔特星云中,实际上就是神秘的行星X。 这个行星和太阳系统的轨道每一万三千年接近地球的太阳一次,这是春分行程的一半,按计划进行。 当这个宇宙系统的轨道与地球的太阳一起到达破西龙时,它会导致太阳日眠产生巨大的电磁电荷,爆炸或闪烁以释放粒子的压力。 当这种强烈的太阳闪光爆炸并撞及地球时,它会立即导致磁极反转,瞬间冻结或过热,并触发巨大的构造活动,从而产生一英里高的海洋洪水。 如果它现在应该发生,就像过去五次一样,为什么它还没有发生呢? 此外,如果这种太阳活动再次发生,人类会像过去一样被毁灭吗? 现在有什么不同呢? 不要沮丧,因为需要更深入的知识。 卯素星人说,众所周知,在2022年的地球年,地球现实正处于2012年开始的第六个太阳时期,届时将发生太阳大闪。 然而这一次,地球上将发生非常不同的事情,人类不会毁灭,但会立即转化为第五维度。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光的力量的帮助下,人类有足够的知识和科技来防止由太阳大事件引起的急移导致的行星灾难。 在地球上的几年里,光的力量一直在协助地球光之领导者开发一种可以抵消极移的人工磁场。 这项科技是一项特殊的秘密项目,存在于南极州,不为公众所知,涉及特斯拉标亮波科技。 这项科技已经存在并使用了十多年,而这个超级人工磁场实际上目前正在平衡地球不合适的磁北极。 最近,磁北以每年数百英里的速度偏离航线,现在已经接近西伯利亚了。 我们告诉你们,地球未来的时间线是完全已知的,仁慈的光之力量完全控制着所有这些系统。 这是一个积极的第五维度加码时间线,在那里人类提升到第五维度新地球,永远不会有另一场任何类型的行星灾难。 更多的问题和太阳大闪以及这次活动进一步澄清,所以现在我很困惑。 太阳大闪会很快发生吗?答案是绝对的,而且会很准时,就像钟表倒数一样。 当太阳大闪发生在地球上时,地球已经进入了一万三千年的宇宙周期,就像过去五个一万三千年的周期一样。 这一切什么时候会发生? 今天有可能发生,明天也可能发生。 我们知道的是,宇宙中的一切都指向现在,这是一生中的事件即将发生的时刻,现在是时候让它再次发生了。 巨大的太阳闪光确实即将到来,在正确的时刻,当天体在正确的路线,它将发生在眨眼之间。 当这个巨大的太阳闪光真的发生时,它的负面灾难性影响将被这个卯素星磁肠科技立即缓解。 此外,将要发生的只是数据所说的,以及所有古代文化所说的关于你们,地球上45亿颗星际种子和地球上的土质人类。 你们将被这个宇宙光的超级闪光瞬间转换到地球上下一个最高的振动水准。 你们会在一个更美好,更轻松的地球上发现自己。 那里的一切都是美丽、和平的,只有善良占上风。 我们给你们光的最高真理,我们要求你们保持开放的心态。 同时为自己研究所有这些真实和正确的资讯是可用的。 如果你们寻找它的话,它会显示给你们。 伟大的一门,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当伟大的光来临时。 地球上的人类掌握了科技并理解了如何将其提升到期望的下一个水准。 你们将是地球上第一个在经历了亿万年的扬生尝试和错误。 后,实践这一尾大洋声撞举的人。 这就是人类伟大的故事和你们漫长的地球之旅的结局。 但它绝不是一个结束,只会是另一个开始。 这是人类的命运,也是你们的命运。 水瓶座时代是宇宙大循环中真理占上风的时期, 随着意识的伟大光芒在这个世界上闪耀。 越来越多的事物被揭开。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处于黑暗之中, 但当光明来临时,黑暗必须消失。 这道光已经到达, 你们是黑暗中闪耀的伟大光芒, 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 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Gotspe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